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部不能够有太多的煞气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煞气的一个判断 我们都抱持了一个模拟两可的一个角度 那以今天这个例子而言 今天旅行带各位来到桃源市中立区 这个房子光是内部就隐藏着五点 我们平常可能会认知非常不好的一个形象 举例来说开门间梯 那我开门间梯 我看到向上的楼梯可能代表就是说 我开门间梯刀健康可能受影响 可能我男主人在外的事业发展 会比较辛苦 那如果开门间向下的楼梯 代表我的运势我的财运逐步的往下前都留不住 那第二个会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两户打成一户 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老乌翻新 可是现在有很多朋友他们为了想要有一个更大的面积 所以选择两户打成一户 可是两户打成一户 我们常说 那代表说我一个家可能会有两个门 那我先生可能会有小三 那我家人跟家人之间可能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 人气财气宅气完全都留不住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那第三点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常讲的家里面不喜欢粮太多 也不喜欢家里的中间有柱子 这个粮多的话 对家里面的男主人也好 女主人也好 甚至是小朋友老人家也好 其实健康情绪事业运势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甚至如果家里面的中间只有一个大柱的话 哎呦那我们常在讲 家里面有住意外 血光这个健康的问题 源源不绝的这样子会发生 到底怎么样才构成这种不好的影响 第四个呢 我们常说我们看外部的行杀 哎呀你说现在这个都市丛林 我打开门 那看到电线杆 这是有的时候是很常发生的事情 有电线杆就一定会有电线 那如果各位朋友 我这样一打开门前阳台 我就看到两根电线杆上面搭配着两条粗粗的电线 我们常在说啊 这个电线啊 哎呦看上去是蛇煞了 乌公煞了 哎呦因为他这个有通电就有电磁波的关系 所以家里面的人哦 有健康问题一大堆 哎哎 他有可能会造成影响 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的判断依据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最后也是很多朋友遇到的啊 我家里有缺脚或者我家里是圆弧的形状 那有缺脚圆弧的形状 我家里面的人的运势 有人说啊缺哪个脚代表什么什么角色 缺哪个脚代表家里面谁健康运势可能会有问题 到底要怎么样判断都会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告诉各位 所以赶紧帮李琴帮助各位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 因为这五点跟你们都切身相关 好来 那么今天刚刚讲的第一点啊 开门见楼梯 开门见楼梯哦 我往上的话 那其实代表我男主人家人的浴室爱 会比较困难啊 因为我一开门我就看到那向上的楼梯觉得很很辛苦 那向下的楼梯呢我的财气运势都直直落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判断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 以这一回而言我先带各位来看看外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好啦这是我们一开门 好啦一开门之后呢我们看到走出去之后 哎呀各位你们有看到楼梯吗 我先讲一个讲一个大原则哦 开门见楼梯它必须要符合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一开门这个楼梯就要在我的正前方 因为正常来说正前方会是我们行进的动线 好我们讲说哦 这个开门见楼梯对房子造成的影响是因为我一开门之后 我的人往外走 所以我会把家里的气往外带 一旦我把家里气往外带 如果遇到向上的楼梯哎呀气没有办法往上走 所以呢运势很辛苦 那如果遇到向下的楼梯哎呀气直接往下吸 所以如果说要构成开门见楼梯 一个先决条件楼梯要在我们的正前方才构成 好了那么重点来了老师那你讲了那么久 那开门见楼梯这楼梯到底在哪里咧 这个楼梯就在我的左手边这里 好那在这左手边那我相信 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好奇了 老师那我这一开门我就看到这个向上的楼梯 那这样子我向上楼梯的话你看哦哦 这里好像有踢刀哦哦有这个脚会有踢刀 那我这样子哦我这样开门向上的话 是不是也构成你所谓的哇我家人的运势很辛苦 男主人在外怎么样拼都得不到结果 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 开门见踢他必须要在正前方 必须要是我们人走动的主要通道才算 哎所以呢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楼梯 第一个啊它是属于公共空间 但是我人走出来之后我是直直的走 我不会往这边走换而言之我家里的人气 或者是宅气就算要走 不会往这里气一定是走直线的 所以他不会经过这个楼梯啊第二点 这个楼梯平常我们按照实际的状况 他根本不会有人走 根本不会有人走的话 那其实我就整个整栋建筑物的气流 这不会是气流的主要通道 所以就算它是个楼梯 其实它对于实际上我们房子里面人的影响 几乎为乎其为 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尖角 楼梯在这个踢刀最被诟病的就是尖角的这一块 因为我开门如果见到尖角 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好的这种异象 比方说血光啊会容易踢到啊跌倒啊 意外健康的问题 可是这个尖角它已经被包覆起来了 它已经完全的被包覆起来了 那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不好的意象包覆起来 其实它对于我们刻板印象当中会有所谓的血光 意外健康的问题 它自然而然它就能够降到最低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开门见楼梯 已经帮各位整理出来判断的依据到底是什么了 好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进来看 哇 你们可以容许我把这个口罩上面拿下来一点点吗 因为每一集的直播我都希望把很好的内容呈现给各位 但是你们知道 戴口罩这样子讲话真的会比较辛苦 好不好 那各位多多包含 因为上一集的直播有很多这个粉丝朋友 很多同学很热心提醒李星 说老师你口罩没有戴好没有遮住鼻子 但是如果我长时间一直这样30分钟遮住鼻子 你们都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 希望多多包含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Ricky哥他是有带好的 对吧 我都带两次 好的 来 那今天讲到第二个主题 就是 其实很多朋友他会希望 我家里面的空间要大一点 那如果经济调节允许的话 我买两户 两户打成一户 也不错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家里面我爸妈可以来住 我的孙子可以来住 那我之后结婚之后 哇 这叫三半同堂 可是讲到这个 两户打成一户 好啦 那很多人开始挑毛病 哎 你这样子不行 因为 就这个两户打成一户 传统的一个概念是说 那就有两个大门 一个家里面 一个空间里面 只能有一个大门 因为大门它是最主要进出口 如果说一个家有两个大门 代表我的家人有可能会从右边的门走 也有可能会从左边的门走 那家里面怎么有可能齐心协力吗 第二个我们常在说 一个门代表一房 两个门代表两房 开玩笑 现在什么时代了 一夫一妻制了 我一家开两个门 那我的先生有两个 对 那你这个正宫能够忍受吗 不行 绝对不行 再来第三个 一个家开两个门 不聚气嘛 我们常说要有一个进气 一个 只能有一个进出口 只能有一个进出口 这才是最正确的 还有有些人就是 再延伸出去 我两户就会有两个厨房 我一个房子里面有两个瓦斯炉 那还得了 那就俗称的 我这个先生或者是太太 在外面可能就会有其他的闺蜜 好朋友 那是我们不希望的 所谓的小生小亡 再来就是说 家里面客厅 客厅 客厅最好就只有一个 因为 以一个房子而言的话 客厅它站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主要的位置 主角我们抓一个就好了 好 讲了这么多 两户打成一户的缺点跟问题 那么究竟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一户 它够不够成两户打成一户 这么多的负面的影响 我们带各位来看一看 好 来我们首先进来 好 我们看到这里 是很标准的一个客厅 标准的客厅 然后呢 厨房 就在这里边 好 然后呢 那这边分别有其他的卧室 书房 然后呢 最终来一个重点 你说看到这里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 老师这明明就是一户啊 我看上去看来看去就是一户啊 那他原本的一个格局 怎么会是两户呢 其实原本的格局 他的分界点在哪里 在这根柱子 在这根柱子 所以原本 原本的大门是开这里没有错 但是是借由这根柱子 好 一面墙 过去分成两户 啊 在里型的左手边 是A户 在里型的右手边是B户 可是他两户打通了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做到了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这也是之前在直播 一再跟各位同学分享的 房子 格局 层次分明 格局清晰 所以 两户打成一户不是不行 而是你一定要做到 客厅就是客厅 主要的客厅就只有一个 大门就是大门 主要的建筑口跟大门只能有一个 那么 那另外这个原本的这个B户 他做什么呢 隐私的关系 我们请Ricky哥偷偷的帮我们 这样带一点点就好了 里面呢 他把它选择 作为了自己的卧房 所以很明显 我这样子 其实完全看不出来 由我们客板印象当中 两户打成一户的 比方说两个大门 两个厨房 两个客厅 这些通通不存在 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实两户打成一户 不是不行 反而能够增加自己生活的空间 帮各位解除 困扰自己很久的迷失了 对不对 所以帮李星宁把今天直播分享出去 好的 那么今天的第三点 我相信 从我们刚刚一进来开始 Ricky哥从远远的那一头 把镜头带过来的时候 我们除了感受到 这个房子真的就像 李星一再坚持的干净整洁明亮之外 你们有没有觉得 老师我总觉得这个空间 好像有一些 我觉得有点违和感 但是我又讲不出来 那是什么呢 我先说 这个房子本来的确 因为它的凉非常非常的多 好我们看到 来在我头顶上 这就是一个凉 然后呢 我们看到 来以客厅这边 它又是一个凉 你会发现家里面 天啊 一个家里面怎么这么多凉啊 对不对 那凉是我们在内部软头里面 我们通常最不喜欢的 那对于解决量 我现在说量多 它第一个 因为它会产生压迫感 那压迫感的话 人回到家里面 本来就是应该要放松了嘛 那如果我本来要放松呢 我进到家里还有那么多的压迫感 我自然而然第一个影响 就是我家人之间的感情 还有再来另外一种讲法呢 就是说我量多了 那我整体空间的气流 我就没有办法去运行的非常顺畅 所以家里面的人 运势啦 财运啦 夫妻之间的感情 家人感情 亲子的感情 甚至是健康的运势 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还有你看到我旁边有一个柱子 对不对 这还得了 我相信线上有很多这种老学友 所谓老学友的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已经有研究洋宅风水 研究了好几年了 房子里面 特别是房子的正中间 哎呀有这个柱 那还得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柱 它有四个角 那有四个角呢 那我在生活的洞见上 我容易会产生血光 家里的人会容易有意外产生 再第二个 因为其实以洋宅风水的理论 我大门口气进来之后 我希望走 在主要通道它是走得顺的 可是如果说中间 我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柱子 代表我房子的宅气 我要运行非常的困难 它就好像我这个柱子 我堆了很多杂物在这里 我把房子该走的 或者说把这个宅气应该要走的通道 全部堵起来了 那我家里面宅气走得不顺 你说在这里居住的人 健康运势财运事业 考验怎么可能顺嘛 对不对 好那讲了这么多负面的这个影响 那我相信很多同学会问 老师 这个房子还能住吗 你看这么多梁 只有这么大一个柱 好了 来 其实这些负面的这些影响 的确如果你不去做处理 不去做处理就是 我就放任它了 那梁就是梁住就是住吗 这个又是结构住 我又不能敲掉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那你叫我把房子给卖掉吗 OK 好 其实化解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旅行最倡导的 是一种结合现代理学 结合装潢设计 我们去把它的影响程度给降到最低 比方说我先从梁开始讲起 通常我们对于梁它的一个影响 你们会看到梁它的压迫感是来自于哪里 其实这里如果有灯光的话 这边是亮的 这边是暗的 好 所以呢其实梁 因为它本身它的楼的高度比较低 所以因为再加上这个阴暗的关系 所以我人在下面呢 我觉得哎呀 特别有压迫感 对不对 那梁的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梁它本来是属于直角的梁 我以这个画框为例 正常来说我们的梁 它是属于这种直角型的 对不对 直角型的 那在这个角呢通常都比较尖锐 我们人只要看到尖锐的东西都不喜欢 你说我看到外煞 我看到那个火行煞 一个尖顶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是煞 对不对 或者看到避雷针 这个尖起的不行不行不行 火行煞 同样的家里面也不喜欢有这种角的东西太多 那所以原始的梁它就是呈现这个状态啊 那我们现在既然知道的梁会对于人赞成影响 主要是这两点 我们就从事问题的根源开始解决起 首先我先来讲这个角 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屋主 哇 那个时候其实他一进来发现 哇这个梁很多 那该怎么办 我就建议他的一个方式 对 在此之前我先说 其实要化解梁有很多种方法 最常让我们接受的接受的方式就是包天花板 举例来说像我正上方这个位置 他就是把天花板包起来 对不对 好这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但问题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你要想如果说我整个大面积 我的楼顶 我的头顶的高度只有这样子 你不觉得对于这么棒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很浪费吗 因为当我这个楼顶 我的天花高度过低的时候 我一进来 我先不要说压量 我眼睛看上去 我的气场走的就非常非常的慢 因为被压住了 那既然这种方法行不通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 好我刚说了 先从尖角开始 你会发现 其实在这边 我建议这个屋主呢 他利用大量的这个边条 边条的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个 他把我这个梁这边的尖角 给修起来 或是给他给装饰掉了 所以我在事件上面 我已经看不到 这个梁 它的直的这个尖角 再第二个 因为它本身包边条纹路的一个关系 就算我抬头看到这个梁 我的眼睛的聚焦 不会在这个梁的尖角上 而是在这个包边的花纹上 所以呢我们可以请Ricky哥 把我们带上去这一个画面 你看到这里有个很大的梁 没有错 可是因为这些纹路的关系 你会觉得 哦 这些梁 它其实是室内设计的一部分 你不会再觉得说 它是一个死板板 我们刻板印象当中 哇 对我们一个不好 不好这个负面磁场的这个梁了 对不对 好这是一个我们用修饰的一个原理 然后再第二个 刚一开始就说了 其实梁对于人的压迫感 是来自于阴影的这一块 好阴影的这一块 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们就要从问题的根源来开始解决 好 你看以这个梁而言 如果说我们不做任何的处理 哦 它的确它是有一个压迫感 对不对 因为你会发现 哇这一块它光线特别的暗 那我们就在梁的下方呢 准备一个立灯 当我把立灯打开的时候呢 哎 你会发现 哎 当只要这里的亮度够 它只要自己的亮度被提升了 我在视觉上 这个梁对我们的压迫感 就因为灯光的补充 而被淡化掉了 所以是这样的朋友 解决梁的 我再次说 解决梁的方法有很多 你说最根本的 很多人最能够接受的 我是可以拉天花板 我全部把它包起 这个很好 那大家也都 大部分的人也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要考虑到 一个高度的问题 如果说你包起来 对你产生压迫感 我宁可你不要包 再第二个 我相信很多同学就是说 老师那我放一些化煞物 放一些吉祥物 可不可以 可以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我一再倡导的是 我们要知其然 也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要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边 如果说问题的根源 是因为视线造成的压迫感 我们就从灯光去解决 所以这个方式呢 藉由今天这个直播 提供给各位同学来参考 那再来 刚才有讲到 我们的中间的柱 对不对 来 的确我必须说 如果在房子的正中间有一个柱 你看上去就会觉得 心情上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它毕竟 我视觉上面 它是多余的 正常来讲说 我家里面应该要干干净净的 不要有任何的阻挡物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理型 为什么一再倡导 家里面干净整洁明亮 家里面的气场 就能够比较顺 那我中间有这根柱子 那该怎么办 因为这一个柱子 它是没有办法拆的 因为它本来是两户之间的一个结构的柱 所以我如果把它打掉的话 那其实如果说有窑洞地震的话 那安全性就会受影响 这就要特别特别留意 好的 那我们说柱 刚才有讲的 这个柱呢 它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就容易有意外雪光 它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我这里有脚 那这里有脚 而且它又是在家里面主要的通道 所以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 会踢大 对不对 或者不小心可能会撞大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血光的由来在这边 还有再第二个 为什么家里面有住 会导致于家里面 感觉好像人的运势都会受阻呢 因为它是最主要的一个通道 它是主要的一个气体经过的路线 如果我气体经过的路线 我正常来说 来 我正常来说我家里的人进来之后 我的气流应该是要这样直接过来的 进到客厅 但当我气流进到客厅之后呢 碰到这个柱子气流会被怎么样 会被一分为二 一旦被一分为二之后 哎 这就构成所谓的有点叫做 岔气 就背光是岔气 那藉由这两个负面的原因 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 中间有柱真的是不好 那应该怎么解决 首先我必须讲 如果你家里面 你是一个大家庭 家里面人口非常非常的多 您在选房子的时候 真的这个柱啊 尽量不要用 尽量不要用 因为家里人多 代表我这个气流走动的频率 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人都会走来走去嘛 那只要我气流有在流动 碰到这个柱子的时候 它就开始唱 就开始分唱 开始分唱 那自然而然家里面的人的 思考模式 包括家人之间的感情 就会容易因为真根柱子受影响 可是 今天我们这一户 这一洞里面 这一户里面 常住的只有几个人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 我刚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气流啊 人走动的这个气流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稳定 它不会因为人口多 造成很多很多的差弃 所以这根柱子 我必须说 它的确会有不好的影响 但是它就现实现况而言 它的影响层面 就不是这么的大 第二个 我刚说造成血光 可能会有这种负面的影响 很简单 我们呢 把这个柱 这里修成圆的 或者最后 我们要包一条 把它包起来 那么这样子 我再走路 造成可能血光啊 意外的问题 就能够降到最低 第三个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因为毕竟它中间这根柱 我眼睛看上去就是不顺眼 我现在看它还是不顺眼 但是呢 因为它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补强 只要是我看上去觉得 会造成我心情不好的一种异象 我可以在这个柱上面我挂一些 哦 招财尽宝 有福 对不对 挂一些这种吉祥的图腾 那或者是说呢 哎 挂一些具备这种 哇 非常具有我们玄学力量的这种图画 哦 它们这四个面都要挂哦 四个面都要挂 那挂四个面都挂了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透过这种方式 把住的影响程度给降到最低了 好 帮老师把直播分享出去 那刚刚讲了第四个 这个房子呢 在影响程度哦 还有一个我们看上去比较不舒服的 就是这可以打开哦 好的 来 刚刚讲第四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门口这边 有看到吗 这里 这个地方我绿色点点这一块 我们看看可以看到这个高压垫 好 那一般大部分的人哦 对高压垫的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说啊 高压垫啊 它这个有这个线啊 那有线的话代表蛇煞 或者代表什么蜈蚣 对不对 那也有朋友说啊 这个这个高压垫 本身有电通过就会有磁场 那对于人的脑波会有影响 睡眠状况会不好啦 这些啦 我必须很务实的说 如果说您家的旁边这种 电纜 反线啊 或是这种电塔 电线杆啊 是像我们户外那种很高的那种高压电塔 那我跟你讲 那个影响程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 建议你尽量 如果可以的话 精进状况允许的话 赶紧搬家 这已经不是风水的问题了 因为这么大一个电塔 真的它的磁场太强了 好吗 好 那我们回到都市里面的呢 我必须老实说啦 第一个 现代都市它的这个电缆 它是这种特殊材质包覆过的 所以它基本上 对于我们电线里面电量产生的磁场 它已经能够把它非常非常的保护起来 不会外泄了 好吧 那再第二个 其实呢在我们市区里面这种电缆 它已经经过我们的变电所 把电压给降低了 它不再是我们户外那种高压电 那我们把它看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一个比较粗的延长线嘛 你说你家里面没有延长线嘛 那如果家里面有延长线 你觉得延长线会对我们这个居住环境造成很 当然啦 你延长线不要太多啦 那基本的这些延长线的数量 其实它对我们真的造成影响 真的是微乎其微啦 好 再第二个 我们解释过它实质上 就物理方面 它会对我们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后呢 那其实就风水层面 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上去 只要看上去觉得不舒服的 它就被归类为煞气 那既然 它的问题是出自于我们的视觉 出自于我们的感官 我们就从感官开始解决嘛 所以呢你会看到 我们的屋主呢 在最外层的这个窗户呢 你会看到它安上了这个 这个叫做 马赛克的玻璃砖 对不对 按上这个马赛克的玻璃 那因为现在是 要这个直播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个玻璃窗打开 但平常的时候 这个玻璃窗 它就只有 早上一起床的时候 是打开要通工的 要不然平常都是把它关起来的 那至少我们在视觉上 这个形煞 就能透过这个马赛克的玻璃窗 把它淡滑掉 好 其实我们 我们只要做到这两点 户外的这个电线电缆 它在市区 户外的不行 郊外的那高压电真的太强了 好不好 这种市区小的电压的影响程度 真的 这样做就够了 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同学 心里面还是有乖 老师不行 我听到的都是说我开窗看到电线电缆 这个叫做煞气 有煞气我一定要解决 好 你要解决可以 但是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这两点你要先理解 你要先接受 甚至你要先去旅行 你再做接下来的第三点 那第三点也是大家都 比较能够接受的 就是放化纱物 吉祥物 对不对 之前的直播跟各位介绍了 中国自古以来 所有的这种吉祥物 龙龟啦 皮修啦 麒麟啦 或者是什么蛇龟啦 甚至可能大象啦 这些 其实只要是吉祥物 它最基本都有化纱的一个功能 好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户人家 我就建议他 你前面都做完了 你可以 在我们这个电线 揽线的正前方 放一对麒麟 那么麒麟的头呢 要朝着谁 朝着屋外 对着电线电缆 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把 剩下 在我们异象当中 我再次提醒啊 异象当中 残留的煞气 给化解掉 做风水 做风水化煞 一定要讲求先后顺据 一定要讲求轻重缓急 我们要知其然 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一定要知道 事情的源头在哪边 所以针对这件 这个状态 我们要先 先了解说 其实现在都市里面 小的这种电线电缆 它对我们人体 会造成的影响 其实没有像我们 刻板印象当中 这么严重的 第二个 我们可以就视线上面 我们采用 不管是 毛玻璃也好 雾面玻璃也好 或者是说 来现在屋主用的 这种 马赛克玻璃也好 把眼睛看得到的 这种外部形象 给阻挡起来 来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二步了 最后再放麒麟 换句话说 各位朋友 绝对不要本末导致 把麒麟放在最前方 然后后面 你什么都不做 其实这样子 我必须坦白说 这个麒麟 对于我们的帮助 真的是有限 我们要先找事情的源头 好的 来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这个是可以看到的 那其实就缺角 那缺角有包含很多种状况 一个是直角的缺角 另外一种就是呢 有很多设计师 他在当初盖房子的时候 他会设计成一个圆弧形的形状 这个圆弧形 外在看起来好像很有设计感 但是就内部的格局 真的很麻烦 因为只要是有圆弧的形状 就代表说 我这个角外面是有缺的 那有缺的话 其实在风水 它有一个理论 我每个方位都代表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比方说西北方代表父亲 这个西南方代表母亲 这个振动方代表的长子之类的 切哪个角 其实对于哪一位成员的运势健康 都会有影响 好 那因为这个缺角 其实我必须很务实的说 我的大结果我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就只能建议 如果说家里面有出现这种缺角的情况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 我们利用装潢设计 我把这个缺角的地方 我把它填补起来 比方说我可以从这里填补起来 或是我从这里填补起来 利用装潢格局 我把它隔成方正的 第二个 那当然就是比较被动 比较被动的意思 像我们这个屋主呢 这位屋主 他选择把这个房间当做是储藏室 那当成储藏室了之后呢 那我放一些 这个书啊 其他的一些 类似像杂物啊 那其实我尽量少在这里进出 那这个缺角对我们房子造成的影响程度 他就能够慢慢的被淡化掉了 好不好 好的 所以今天藉由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跟各位分享 我们一般在选房子 可能会遇到的几种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哦 你说我在服务客人 这么多朋友的过程当中 很常被问到 那今天藉由这个直播呢 跟各位来分享 如何去判断 那如何去化解 最后记得帮老师把今天直播内容分享出去 那凤水书端午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